孩子学习理财不亏本 正确的理财意识若从小培养 对个人的人生规划是一种加持 也有助于国家发展建设 若是如此 教师这方面的培训还需多加关注 从小我们就被灌输要养成储蓄的好习惯 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指令 八字辈应该还记得学校有一个学生储蓄计划 即任老师都会在每个星期固定一天 冲作银行出纳员 为班上的学生办理存钱事务 上季的我们每人都会有一本存折 到了那一天 我们就会带着存折合钱到学校 让老师帮我们记录 那时 同学的反应一般 每周固定存钱 同时款额还挺可观的 都是那寥寥数个 其余的都是几十先 年复一年 周而复始 六年级毕业的时候 毕业生便可以从户头提出所有存款 当然 这项学生储蓄计划最大的目的在于 培养储蓄的习惯 而不是比较节存数目的多寡 只不过 自打离开了小学后 这计划的结果如何 我就无从的知 在给学生授课时 讨论过一个星期需要多少零用钱 才足够的话题 为了更具体了解数额的多寡 我们用每个星期 五十领级做起跳 在那一堂课中 学生们纷纷表示 下课和放学后 参加课外活动 或补习班需要购买食物 一天十令吉 已是最低消费 若是哪一天把钱 多花费 在其他用途上 当天的吃食 就堪忧了 因此 五十领级对大城市的小学生来说 只是保守消费 难道他们就没储蓄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有些学校食堂 是有订餐服务的 家长若是有为孩子 订餐的话 孩子们就可以有更多存钱的筹码 这些孩子当中 有的相当精明 只靠着每星期的零用钱 也能存了一笔 有一些反其道而行之 花光光可以再向父母亲要 多余的才想着存起来 有些孩子 在学校的吃喝拳由父母安排 平时的吃穿用度 也由父母购买 他们其实没有所谓的零用钱 另一个让我们的讨论 更活跃的就是 红包钱应该给父母 还是自己存起来 在整个辩论的过程里 双方都僵持不下 赞成由父母带为保管的 都说父母帮忙把钱存进银行户头 是在为孩子存教育费 不喜的 则会说自己存红包钱 才能学习理性消费 及管理钱财 其实这些话题讨论的最终目的 是想了解 实下小学生的消费模式 和理财观 同时也了解他们 对父母亲的想法 在整个辩论的过程里 学生提出了许多 和自己切身的情况和假设 没有正规的辩论赛制 只有纯粹的辩证理由 由于是亲子辩论 我们也从中理解到 父母的引导 是可以促成孩子 理性消费 正确支配 其中 分配 储蓄和记账 是基本要素 我还记得一位家长 在发言时说 会把孩子的红包钱规划一下 用在投资方面 以前生前的方式 储益比教育费 也让孩子知道 投资的好处 不过 投资对孩子来说 是比较难理解的 之前 首相安华曾表示 他将和教育部 及高教部展开讨论 希望能把投资理财 纳入学校的课外知识中 让学子从中受贿 这个建议若能实现 对深深学子来说 都是获益良多的 因为不是所有家长 都懂得投资之道 正确的理财意识 若从小培养 对个人的人生规划 是一种加持 也有助于国家发展建设 若是如此 教师这方面的培训 还需多加关注 这样才能不离初衷 我们的下一代 才能真正达到 全民理财的目的 他们的成长 现在迹人员 给你变成 G家手